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跟谈这本书当中 遇到这三种人应该怎样相处 第一种人是狡猾奸诈的人 欲欺诈的人以诚心感动痣 就是说你遇到那些狡猾奸诈的人呢 也要用诚心去打动他 这类人他们特别擅长用谎言来和你打交道 但是呢我们要用一颗诚心去感化他的话 未必不会有效果 第二种人是脾气不好的人 遇暴力的人以和气熏争之 就是说你遇到那些脾气特别暴躁 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呢 就应该用温和的态度来熏陶他 那第三种呢是自私自利的人 遇倾斜思取的人以名义节气激励之 遇到行为不正 自私自利的人 你就用道义的气节来激励他 那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梁上君子的故事 陈石是一个东汉人 那这个人呢宅心人厚 有一年到饥荒 县里还时不时的会丢粮食 正巧呢有一天这个小偷就偷偷地潜入了陈石的屋里 躲在了房梁上面 但是没有想到陈石在整理衣服的时候 看见了这个小偷 这个时候他就把他的家里人都叫到了这个屋子里 和他们说 作为人不能不思进取 人是没有本性 是坏的 只不过有时候可能沾染了一些不好的习惯 家里人呢很纳闷 问道你说的这是谁呢 这个时候陈石去指了指房梁上的人 说梁上君子 这个小偷听了之后呢很惊讶 就自己跳下来认错了 陈石开导他说 看你不像是个坏人 这么年轻 你应该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那说完了呢还给了他二匹捐 从此以后呢 整个县中也就没有小偷了 所以说在玉涵看来呢 这个社会啊没有明顽不灵 一点意见也听不进去的人 只不过是他们遇到的那些人 没有用最正确的方式和方法来和他们沟通 和他们引导 古语说 今成所至 今世为开 人也是一样的 再不好相处的人 也有啊 适合的方式 只不过可能有时候方法不对而已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